7月17日,港星胡慧中一家三口在香港出席活动,丽婷女儿推出新书并召开签名会。 68岁的胡慧中穿一件橘红色外套,面容和善意脸笑容,丈夫和志平穿了一件糖妆,她的体型肥胖,女儿和家珍遗传了这一点,父女俩借200斤。 胡慧中和何志平在香港都是名人,拉了一班好友称女儿,其实何家珍还不是专职作家,但父母很支持,愿意支付试错的成本。 何家珍还说这是帮妈妈圆梦,原来胡慧中从小喜欢写诗,可惜没有机会出书,看到女儿喜欢写诗后,想让女儿帮她圆满。 谈到女儿写诗,何志平的回答颇具深意,她说这本书像人生的总结,人生到某个阶段就要放下一切,向前看,重新开始,这是女儿要成长的道路。 何家很有福气,何志平妈妈已98岁,还有精神参加孙女的活动,不过老太太毕竟年纪大了,记忆力不是很好,暂时没有对新书提出意见。 何志平过去曾遭遇牢狱之灾,如今三代同堂其乐融融,也是他们修来的福气。 据悉,74岁的何志平是著名的眼科医生,后来从政担任民政事务局局长,艺术发展局主席等,在任时颇有作为,退休后从事外交工作,多次到内地推动眼科医疗的技术。 2017,何志平在纽约出差时被美国警方逮捕,美国警方控告其涉嫌行贿,洗黑钱以及涉嫌协助伊朗规避制裁,有些罪名和华为大公主有点雷同。 何志平没有为自己辩解,被告在担任某国内能源公司代表时,为达成石油交易向非洲某国的高层行贿290万美金,当时有7项罪名成立,最高要判20年。 胡惠中为了营救丈夫不断奔走,不惜变卖房产,筹集诉讼费,亲手撰写了午夜求情信,信中说何志平是,心地善良而宽厚,是真心实意的证人君子。 在各方求情下,法院最终判何志平入狱三年,罚款40万美元。 法官在结案陈词指出,何志平出身贫寒,靠自身努力,成为眼科专家,挽救了大量的病人,也做过很多善事,腐败罪行只是他70年人生的一小部分,因此决定从轻发落。 2020年6月,何志平刑满释放回国,此后身居简出,很少再公开露面。 何志平是否犯法,自有公论,这件事反而见证胡惠中不离不弃的品质。 相信大家对胡惠中并不陌生,早年出演,霸王花。 一脚深入人心,现实中也是女中豪杰。 两人结婚27年,患难与共,女儿虽然长相平平,也没有特别优秀,但二人保持一颗平常心,经历一场劫难后,只希望家人平安快乐。 胡惠中与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的女儿何家珍推出首本个人诗集《相信光》。 17日到书展宣传新书,父母和奶奶都有来到支持,父母更吻合她送祝福,家人相拥,场面温馨。 何家珍表示,自小已喜欢以文字抒发心情,写一些鼓励人生的语录。 胡惠中笑止无鼓励她写诗,因自己想做虎妈,她笑说,我想她学化学,数学,做科学家做医生,又安排她学游泳,骑马,什么都让她试。 谁知她什么都不喜欢,白费心思,后来发现她喜欢躲在房写东西,真的很无言。 不过有日,女儿写了一首母亲的海的诗给她,她看完后,演示诗很感动,决定要帮她出诗集。 这首诗也有,收录在诗集中,又觉得不应抹杀女儿心中的火苗,要鼓励她。 想不到她能成为作家,或者她会成为下一个张爱玲,不止她梦想成真,我也觉得不真实。 四发梦,我不需要她光宗药祖,不用帮我争气,所以我都不再做虎妈,只要她不做犯法的事,会放手,让她自由发展。 何家珍透露,有写诗给妈妈,不过没有写诗给爸爸,何家珍指爸爸不会吃醋,也没有不开心,否则不会为她写序。 胡慧中则报老公有少少吃醋,笑指一家人,不会只是甜甜蜜蜜,有时酸酸的才有家庭乐趣。 何家珍为小时候有让爸爸看她写的诗,虽然没有给她意见,但知道爸爸有与朋友分享。 7月18日,许久没有露面的香港女神胡慧中公开现身,只不过这次不是为了自己,而是为了女儿,一家四口罕见同框,女儿的长相引起了热议。 已经68岁的胡慧中,身材发福了许多,五官也没有昔日那么精致,曾经英气地长相,如今也变得普通。 为了女儿的出书活动,胡慧中特意精心打扮了,穿着大红色中式外套,满脸洋溢着幸福。 许久没有露面的丈夫何志平也穿了同款中式外套,头发几乎花白,对女儿的疼爱十分明显,满眼都是胖胖的女儿。 女儿何家珍穿着可爱的礼服,手里拿着一本自己创作的书,胖胖的小脸蛋,夹在父母中间幸福地笑着。 时不时的亲亲母亲胡慧中,一家三口同框,女儿被这对夫妻俩宠爱得像个小公主。 不过,很多人对胡慧中女儿的长相和身材给出了建议,称她这个年纪应该注意饮食,已经到180斤了,太胖了会影响健康。 也有人说,她的身材简直和她爸爸一模一样,丝毫没有遗传到胡慧中,胡慧中在她这个年纪,长相标致,身材纤细。 不过,如果胡慧中女儿瘦下来的话,会不会能看出老妈年轻时的影子呢? 也有人觉得可惜,当初胡慧中真是大美人,即使在美女如云的香港娱乐圈,她的气质和长相也很出众,尤其是电影里的镜头,简直是美得不像画。 以前又美又撒,现在是一点也看不出了,不仅身材发福,五官也失去了曾经的样子,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老妇人。 都有老的时候,还是无法接受,女儿看着又胖又呆萌,没有继承妈妈的事业和美貌,真的可惜了。 当天胡慧中98岁的婆婆坐着轮椅献身,支持孙女的出书,看着精神状态不错,乃孙俩的同款笑容引发了无数的抓拍,再次感叹基因的强大。 要说胡慧中的晚年也算是一波三折,老公晚年因行贿洗黑钱入狱,她为了帮助老公四处奔波,求人帮忙,拉拢身边的人脉,庆幸的是只判了三年。 如今,胡慧中老公已经出于四年,每天身居剪出,几乎很少露面。 如今为了女儿的事业,一家四口共同献身支持,也是希望女儿能够快乐,努力完成自己的梦想,成为下一个。 张爱玲 可能也知道女儿平平无奇,所以夫妻俩对她的希望都尽量满足,胡慧中还拉来了圈中的人脉给女儿捧场。 胡慧中感叹说,曾经自己也想培养她骑马,画画,唱歌跳舞,但是她都不喜欢,只喜欢自己躲在屋子里写作,我不需要她光宗耀祖,也不用给我争气,只要她不做违法的事,我会放手让她发展。 看来全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,即使是明星父母,如果孩子普通平凡,也不希望她去冒险。 不是所有新二代都能继承父母的事业,如果孩子没有什么出奇的特长,那么像胡慧中的想法,能给孩子足够托底的能力,也算是对她最好的方式了吧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